J.E. Adams呢,我们说他是圣经辅导学的开山鼻祖 他是现代的第一代圣经辅导学家 那他以前是我们基敏神学院的一个人 当他毕业出来服事之后 他看到了很多基督徒 虽然信仰是基督教信仰 但是在处理很多的事情上 都受到了世上的心理学 世上的哲学的影响 有点像是明明圣经有关于灵魂的一些内容 一些指引 但是人遇到罪的问题 遇到家庭的破碎的时候 他们不去圣经里面找出口 去找原则,找指引 他们去世俗的心理学家那里去寻求帮助 有点像是明明属于主的东西 却交托给外面的人去处理那样子 那J.E. Adams,他看到 亚当斯看到这个困局 他就想要去学习 到底如何回应世俗的心理学 那他在圣经里面就找到 其实关于人心的问题 圣经讲的太多了 也太精彩了 圣经的都是真理 都是很能指出人心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他就往这方面发展 后来创办了一个叫做 CCEF的一个机构 专门教圣经辅导学 那现在已经发展到第二代第三代 已经开支散业的一个状态 那我自己在西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我读MDIF 我的TRAP 我也是选择了圣经辅导学 因为圣经辅导学是 很能够帮助我们看到人的根本问题在哪里 以及很practical如何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 那我觉得这样子可以很能帮助我在牧养 在讲道上去服侍大家 所以我就选了Counseling Track 那今天我们来看他这本书 虽然题目是信徒之家 但你读的时候你也会发现 他其实有很多圣经辅导学的影子 跟原则跟应用在里面 所以是非常出色的一本书 是很好的一本书 那为什么会想要看这一本书呢 我们最近在学什么 我们最近在学长老的资格 是不是 长老的资格 其实长老的资格 教会的健康 跟家庭的健康 哪一样比较重要 你觉得哪一样比较重要 在我看来是两者都同等重要 教会是一个家庭 家庭是一个小教会 如果弟兄们在教会里面担任长老 他需要有一套佛圣经的原则 同样的他在家里面 他应该做家里面的头 他去牧养他的家庭 也应该有一套的原则 那我们就看到两者是相互相成的 毕竟在长老的资格上有一点 就是他必须善于管理他自己的家 如果他不能够善于管理他自己的家 他又如何管理神的大家庭 所以我们不能够单单讲教会的健康 而不讲家庭的健康 两者是同等的重要 同样的在教会里面 不仅是弟兄有他们的角色 姊妹们也有他们的角色 他们要承担的责任 他们的要做的事情 在家里面也是一样 姊妹并不是被动的 姊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她是头的帮手 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 前面六天神都说 前面那五天神都说 看你一切都是好 唯独到他创造亚当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那人独居不好 不好在于哪里 不好在于哪里 我们在下一句就看到 他就创造了一个女人来帮助夏娃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不好 是在于他独自 并不能完成神给他的工作跟使命 他太需要一个助手了 没有这个助手 他根本没有办法完成 文化使命 创造的使命 因此姊妹的角色 并不是可有可无的 那这样子我们就需要 到底需要来看到底 一个符合圣经的家庭 信徒所组成的家庭 应该是怎样的样式 我相信家庭的健康 跟教会的健康是相互相成的 教会以基督为中心 跟家庭有没有以基督为他们的主 也是同样的重要的 当家庭越来越好 教会越来越好 当教会越来越好 家庭也会越来越好 两者是非常相互相成 都是紧密关联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看信徒之家 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 我们在跟一些弟兄探讨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有一个挣扎 那就是我们听很多 理论上接受很多 但是在行出来的时候 往往觉得 没有办法应用出来 你经常讲很多福音 那到底在个人应用上 总是觉得有一个断开的 一个断连了 没有办法连接在一起 圣经辅导学 我们说这个是叫做实践神学 Practical Theology 它的最大的一个作用 就是将理论跟实际结合 将神学跟应用结合 将福音跟生命结合 因此这本书 它就是非常Practical的 那就对于我们那些感受到 没有办法应用圣经的人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指引跟帮助 因为这两个原因 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好的机会 既然我们在讲长老 既然大家开始对家庭重视 是一个好的机会 现在来看这本信徒之家 那我先将这本书 share出来 这本书 其实是 中华展望 他们的这个机构 将它翻译成中文 你看到 它的大纲 是有十个chapter的 十个chapter 它所探讨的内容 也是非常的广的 它有讲到 以基督为主的家是怎么样 在遇到家庭的问题的时候 如何看到有盼望 有帮助 家庭里面的沟通 应该怎么样 圣经里的家庭的样式 是如何的 对于读生的弟兄姊妹 怎么看信徒之家 怎么看家庭 这个主题 跟大家有什么关系 对妻子说的话 就是圣经里面说到 妻子应该顺服 到底顺服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一点 我们这个礼拜天的讲道 也会来探讨 但是它是用一个chapter 更丰富的来讲这个事情 爱的潜规 那个是指丈夫的角色 管教的正规 那个是指父母如何管教孩子 然后有提到 这个是可能很多人都关心的 如何跟未信的丈夫生活 如果你家里面还有未信的配偶 那可能这本书 也会探讨到这样的内容 所以凡是跟家庭有关的元素 这本书都会在某程度上涉及到 那我相信对大家来说 不管你是结婚 还是还没有结婚 不管你的家庭状况怎么样 你都会在这里面学到 一些很重要的原则 那我们怎么来做呢 我一直都在思考 怎么来学习这本书好一点 我想我就不把它当作是 好像平时礼拜天那一种的 教导的模式 因为他的书的内容 已经很详尽了 已经很详尽了 那我的做法希望是这样子的 我跟大家来读这本书 而我所发挥的作用是 帮助你看到这本书里面 一些重点 然后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我尝试去为你解答 最后我也会在这个基础之上 有一些延伸的思考 来让大家想更多的事情 那就是我所扮演的角色 基本上所有的credit都是 亚当斯他的内容 我不觉得我需要有任何的改动 或者将他重新编排 不需要他已经编排得很好了 那我就跟大家来读 跟大家来分析里面的重点 有什么你觉得不认同你有问题的 我尽力的去帮助你解答 这样子我们 我大概 我觉得大概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将这本书完整的读完 每个人都读一次了 如果你参加每个礼拜三的这个学习的话 那希望这样子做可以对大家有帮助 当然你之后可以给我一些回馈 或者你觉得怎么做更好 那我们今晚就先试一下这样子去做 看能不能够在有限的时间之内 我们能够看前面的两张 两张经文 好 现在我来 我来读吧 我来读 我读 然后我觉得要停下来的时候 我就问大家问题 你可以去回答 或者你可以发问都可以 好 我们来看第一张 我现在的字体够大吗 好 第一张 以基督为主之家 在今日时事困恶 罪恶满盈的世代 一个以基督为主的家庭 到底能否实现 你若是基督徒 你必定会关注这个问题 你关注的原因 可能正因为你自问自己的家 与以基督为主之家的标准 仍差之千里 若是这样 这并不单是你和你家的情况 与你同病的大副乏人 他们若闷心自省 也会发现面临同样的难处 我们不要自欺了 大部分信徒的家庭 离圣经的准生 距离得太可怜了 这是有目共睹的 你觉得亚当斯 他这样一个分析 你觉得怎么样 他说 其实教会里面 大部分的信徒 可能我们离圣经的标准 都很远 甚至我们内心 有一个问题在那里 那就是 真的可以吗 一个以基督为主的家庭 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实现 难处在于哪里 他提出了几点难处 这是一个罪恶满盈的世代 你的孩子 你的配偶 他在外面不断地接收很多的信息 他可能自己也是在罪的捆绑当中 在这样的世代 要建立以基督为主的家庭 好像非常难 是不是 那另外你自己也觉得 你 闷心自问 我们很难做到 我们离那个标准太远了 所以我们来看什么叫做 以基督为主的家庭 我有一个延伸思考的问题 虽然我们都是基督徒 或许有一些家庭 里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信主 但是有一些大部分的家庭 我们整个家庭都是信主的 那在这样的家庭里面 是不是由基督徒所组成的家庭 就必定是以基督为主的 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子 好像不一定 但我们有时候也很少去想这个问题 我们好像有一种理所当然的 既然我们每个人都以基督为主 那么每个以基督为主的人 所组成的一个家庭 当然就是以基督为主了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会问一个问题 让你去反省一下 从功能上来说 你们家的行为 反映出 什么才是你们家真正的主 不要这么快回答我 肯定是基督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什么意思 什么东西最影响到 你们家庭的决定 什么东西最影响到 你们家庭的心情 你们家庭的氛围 你们家庭的方向 你可以扪心思问去反省一下 很有可能你会发现 不一定是基督 可能是家庭的名声 你看得很重要 可能是家庭的经济 你看得太重要了 可能是孩子 他以后的成就 那是你看得最重要的 反而不一定 他的信仰 是你最看重的 反而不一定 我们这个家 有没有荣耀到基督 不一定是你最看重的 所以在你要建立一个 以基督为主的家庭的时候 先去反省一下 我现在最主要影响我们家的 到底是什么 什么是我们家真正的主 然后雅当斯他继续发问 因此我们先发一个问题 真正的信徒之家应该是怎样的 你怎么想象信徒之家 是不是一个宁静和谐的家园 像是美国家庭杂志上的封面 白色的房间 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是笑脸的 然后桌上摆满很美丽的食物 是不是一个很宁静和谐的家园 其中充满无止息的安逸跟欢乐 他当时说不是 不可能是他绝不 很绝对的说法 你首先要记住的事实是 真正的信徒之家是什么 是罪人的居所 一群罪人聚在一起 怎么可能充满无止息的安逸和欢乐呢 那个只是在天上的天堂 才会有的状况 在今天在地上罪人所组成的家庭 绝对不可能是这样子的 他继续说 若以为信徒之家是完美的 或者是接近完美的居所 这观念绝非圣经的观念 在家庭当中 父母失败 且时常败得很惨 他们彼此亏父 也亏父他们的儿女 更无疑地亏父神 儿女也失败 他们的成绩表 次次连篇 他们在街市上大吵大闹 当牧师在他们家做客的时候 那些儿女可能会故意地无礼 夫妻瞧见 互相挑剔 有时候误会深重 当然不是没有成就 我只是要指出一点 就是一般情况离理想太远 这是真正信徒之家的写实 也许你会忽疑 另外一个问题 这样的一幅写照 跟隔壁完全不信主的人的家庭 到底有什么分别 你可能会思议 何以他用这样的笔法 来描写信徒的家 这个他是亚当斯 为什么亚当斯会这样子说 答案很简单 这正是圣经一贯所告诉我们的 得救而仍未真完全的人 会有怎样的表现 全本圣经根本上就是说 基督拯救人脱离罪 这个是圣经里面 一个重要的救恩主题 基督拯救人脱离罪 救恩是完全的 包括称义、成圣、得荣耀 凭着神的恩典 借着人的信 我们在信主的那一刻 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就称义了 也就是说 基督未言死 待担负罪的刑罚 使他的义归转到人的身上 人亦相信 神就宣称他们为义人 一旦称义 主还要不断地拯救 他们脱离罪的权势 这是一生之久成圣的过程 成圣就是信徒 越来越像基督 很简单明了的一个定义 什么叫成圣 越来越像基督 一生之久的过程 是没有停顿的 从你信主到那一天开始 不间断的 你会越来越像基督 到你离世那一天 才是完全的 达到最终的目标 信徒一死 你就得荣耀了 那个在天上的时候 你是第一次 变成了十全十美 但是你在地上的时候 你是不会达到的 你是不免犯罪的 还是那个问题 可是你会追问 这个写照跟隔壁未得救的人家 有何不同 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而这本书的信息 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 信徒的家 跟隔壁还没信主的人的家 有什么不同 有时候看起来都很相似 都有很多的矛盾跟增长 现在亚当时来解答 到底不同在于哪里 真正信徒的家是罪人的居所 可是其中的成员 首先第一点 都承认自己的罪 也明了罪的问题 吃到如何对付它 因此在恩典之下 得以长进 让我们再详细的考察 其中三个显著的分别 这些分别 使两个家庭回答不同 好 来看这三个 跟非信徒的家庭不同的点 第一点 信徒承认自己的罪 那有什么大不了 他们知道圣经说 信徒在今生 没有办法达到十全十美 他们接受这个事实 同时学习 怎样预料和面对罪 他们是最不应该 用诸般理由 借口推他 来掩饰自己的罪 你发现亚当师 他引申的非常好 承认自己的罪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不会用诸般的理由 来掩饰自己的罪 什么意思 虽然他们有时候 他们罪人的本性 会叫他们这样做 但是他们不必遮掩 承认自己也代表 我不必遮掩 因为信耶稣的人都晓得 信徒也犯罪 因此信徒之间的关系 尤其在家里 应该是怎样的 应该是有一种 坦率真诚 和缓舒畅的维系 我绝不是说 对罪可以松陷 万不可以 我只是说 信徒不必费神 去做徒劳无功的收藏 可能隐藏 他不必动脑筋去设法 叫灵舍 以为他是人中之表表者 他真正可以坦诚 承认事实的真相 他在遵行神的旨意上 失败了 既坦诚 既坦然 诚然 真相 就能悔改 能够悔改 就有神的聊述 并且得着 从人和神而来的帮助 结果 信徒在离罪的过程当中 有加速的进步 他会用尽时间 精神去对付他 并且代之以 合乎圣经的生活方式 最后一句非常重要 信徒 不必浪费时间 去否定 和推卸罪恶 而是专注 去对付罪恶 大家对这一段经文 不是经文 雅当师说的 不是完全无误的 圣经 大家对这一段 对这一段教导 有什么感想 有什么看法 你看到它的 它的 因为我们层面有罪 我们不必 掩饰 我们自己有罪的真相 其实这是一种 非常轻松的生活态度 我们不需要去 pretend 假装 我们不需要去看重 我们的表现 不代表我们 不应该有好表现 但是我们的焦点 不放在我们 有最好的表现 而是我们可以 不必浪费时间 去否定 和推卸罪恶 这样子 你的精神 不是花在 你去编织 你的无花果树 所织成的那件衣服 你不用浪费时间 去做那些事情 你应该将你的精神 放在专注 去对付罪恶 下面的应用 是应用在 父母教导儿女 也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 父母养育儿女 明知道他们在家外 或者在学校 都不免会犯错的 为什么 你明知道他们会犯错 因为人是什么 人是罪人 你承认自己的罪 你知道你的儿女 必定会犯错的 你的 expectation 就是他会犯错 也就不至于 恍然震惊 当你儿女犯错的时候 你不会说 怎么会这样子 他很乖的 他是天使 不是的 你早知道 他里面有罪 这样子 你必然会省却不必要的忧虑 因此 你无需过分的挟制而同 或者由于面子而暴怒 你不需要去否定罪 你不需要去维持这个面子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就是这样子 先坦诚 我们是罪人 一旦父母接受圣经对人罪性的事实 不只是一项理论 而是在小娟 小明 就是一些孩子 身上同样应用得上 那么他们就可以安心的 依照圣经的原则去对付他 强调一下 这并不是说父母可以放任 或者忽视儿女犯罪的行径 不是的 你还是会紧张 但是你不会 不必要的忧虑 但是你还是会重视这个事情 因他既无法避免 而自私不理 不是 绝对不然 他们应该看罪就是罪 进而依照圣经的方法 对付他 在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感想 有没有什么问题 很多教养孩子的错误 是在于 你不敢面对你的孩子 是一个有问题的孩子 你不敢面对 我看过一本书叫做 回来吧 巴拉巴 回来吧 巴拉巴 在那本书里面 那个作者他讲到 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那就是他一直都非常骄傲地认为 因为我的儿女是好的 因此他们必定不会背叛神 后来他发现那是一种骄傲 那是一种掩饰 那是一种过分的自大 他必须承认不是的 我们的儿女也是罪人 我们的儿女也是会做这样的事情 因此他不再操控他 他后来他学到的是 接纳这个本相 然后才专心地想办法去爱他 去引导他 当你觉得你的儿子 儿女必定是好的 那当他一犯一点不好的行为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你会暴怒 你会暴怒 你会压制他 你会打他 你会骂他 你会想尽办法控制他的行为 但是你要改变他的心 才能改变他的行为 我们往往是将重点放在行为 因为我们没有坦诚 没有承认 人是罪人 这个事情 那有一个延伸的思考 大家可以回答一下 承认自己是罪人 会对你带来压力 还是带来释放 会让你感受到苦毒 还是让你感受到甜蜜 我就点名给大家来回答一下 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承认自己是罪人 这个事实让我感到压力很大 还是你觉得说 这个事实让我感受很释放 乐群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是被释放 承认自己是罪人 带来的是释放 有没有人觉得 这个statement 太重了 我是罪人 这个statement太重了 你会觉得当我这样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感受到 很大压力 我感受到心里面 被捆绑 有没有这样的 弟兄姊妹 我是罪人 这几个字 会给你带来的是压力 还是释放 那个关键在于哪里 怎么做 才会让你感到释放 什么情况之下 你会感受到的是甜蜜 而不是苦毒 小云姐觉得呢 我觉得 我觉得只有在福音里面 才会有释放啊 只有 只有在耶 只有已经有了基督的救赎 才会有释放 才会有 才会有甜蜜 才会因为 因为 因为这样的承认 如果是在上帝的面前 如果是信靠基督的承认 这样的承认的时候 就必然带来那个 必然带来那个赦罪的救恩之乐 还有就是那个捷径 就是我们的罪 所带来的污秽 带来的破坏 那个就会被消除 被消除 然后被捷径 所以 那个捆绑会被得到释放 那个锁链会断掉 所以啊 那个黑暗会 会有光明进入到 我们的黑暗里面 所以 那个是很 那个是很快乐 就是 在痛苦当中 就是看到罪的污秽跟丑陋 痛苦当中 但是经历基督的话 那福音的 福音的那种 那个上帝的慈悲跟怜悯 那就是非常的干 非常的甘甜的 就是像 像诗篇五十一篇 所说的一样 那个救恩之乐 就是到后来 当他当大卫经历了之后 对罪人来说 经历了之后 就是 真的是非常的甘甜 因为你会 经历到那个 被捷径的那个 的美好 但是 是 那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如果是 自己定自己的罪 也没有在基督的面前的话 你永远是 我看过 我看过 就是有的是很自卑啊 有的就是一直都很自卑 他一直没有办法走出 那个那种愧疚感 即使是 即使一直不断的说 我是个罪人 我是个罪人 但是就是没办法脱离 就是没办法脱离 那种定罪 那种愧疚 还有那种修 对 那种自卑 所以 羞耻的感觉 所以 那个是 那个是很可怜的 如果没有信靠 没有真的信靠 基督的福音的话 是是是 小云姐解释得非常清楚 没错 那个关键就在于 你是否在福音里面 你是否是真的 靠福音得救 靠基督得救 还是你是靠自己的行为得救 如果你还是靠自己的行为 每当你看到 你是一个罪人的时候 你会感到绝望 我根本没办法 达到圣经的标准 但是 如果你是靠基督得救 信基督得救 每当你看到 我是一个罪人的时候 你会非常的感恩 我是这样的罪人 基督竟然还爱我 基督竟然还拯救我 你感受到的是 甜蜜 而不是苦毒 苦毒是什么 苦毒是说 神啊 你太无理了 你的要求太难了 我根本做不到 甜蜜是 人算什么 你竟然眷顾我 我在基督里面 竟然被你完全的接纳 所以重点是在于 你是否在基督里面 所以承认自己的罪 亚当斯这一个 第一个不同的标准 我希望不是给你带来压力 如果是给你带来压力 你需要去反省自己的信仰 你的信心放在自己的行为 还是放在基督的救赎 如果你信心放在基督的救赎 那么当信徒承认自己的罪 应该是释放 应该是甜蜜 非常好 第二个延伸的问题 承认人是罪人 会如何影响你去爱人 会如何影响你去爱人 有没有弟兄姊妹有什么看法 当你去爱一个人的时候 如果你早就知道 是的 他是罪人 因为他是人 是人都犯了罪 这个观点 会对你在爱他的方面 会有什么影响 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 不会自以为意去定别人的罪 那他会感受到神的赦免 所以他也会更有怜悯的心 去爱其他的罪人 是 首先对自己 不会自以为意 我并不是比他更好 是非常好 那另外就是 当你承认人是罪人的时候 你对待那个人 你也不会将 先祖所不能背负的恶 接在他的身上 你不会用律法主义的方式 去对待他 你是用恩典去爱他 帮助他悔改 你会产生两种不同的 截然不同的 那个态度 就取决于 你有没有承认 人是罪人 普遍的都是罪人 好 这是信徒的家 跟非信徒的家 第一个 最大的不同 是我们承认 自己是罪人 然后有一些 application也好 implication也好 都提出来了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不同 第二个不同是 信徒知道怎样解决罪 由于信徒有圣经 作为信仰 与行为的准则 他们不但知道 家中的问题 为什么产生 并且知道 如何去应付 因此 信徒之家 与格林的分别 就是 他们能够用圣经的观念 与榜样 有效的应付 每一件罪 并且从其中 复原过来 这就是一个极大的区别 家中 若有人犯罪 圣经不但指出 如何对付 更进一步的 指出 如何避免 将来再犯 本书将详细的探讨 一般信徒家庭的通病 在此就不阐述了 为什么把这一句话 弄成红色呢 原因是 也是下面这个 原神的思考 你是否真的觉得 圣经有很明确的指引 告诉我们 如何对付罪 没有想过你的罪 你会觉得说 圣经是很practical的 它有教我们怎么对付 其实亚当斯 这本书后面 他会给很多 很有效 很简单 很符合圣经的原则 下个礼拜就有了 下个礼拜就谈到 夫妻之间争吵之后 有什么原则可以处理 很practical的 但是我们对待 圣经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这一点 所以我有一个 延伸思考的问题 问大家就是 你知道 圣经所提供的 对付罪的方法 有哪些 你知道有哪些 如果当我问 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没有马上 想到一些的话 我的建议是 你需要花时间 好好的 研读圣经 不是圣经没有讲到 而是你都没有注意到 或者你听到的时候 可能都miss了 那些提供罪的方法 下面那个问题就是 你师父有应用过 这些原则 圣经是不是practical 你要验证 你必须是 听到之后 你去行道 如果你听很多的 应用 比如说我们 现在来学这本书 你都学到了 很多原则 但是你从来 不去应用 那么在practical的书 你看完了 都不是practical practical就是 你去practice 你去应用 只有当你学了 那些原则 你去应用 应用完了 你觉得没效 你才有资格说 这些原则不practical 你都没有应用过的前提之下 我的建议是 听到 行道 学到了 马上去行 马上去应用 可能你就会体验到 神的话语 神的原则 果然是非常管用的 果然是有大能的 所以这是第二个最大的不同 信徒知道怎么样解决罪 因为下面会讲 所以现在不阐述了 第三个不同 信徒从 信徒从最终成长 应该是这样子 信徒从最终成长 有属灵生命 自然就会有属灵的成长 信徒不会是 昨天是这样子 今天又是这样子 明天又是老样子 我们的信仰中 基本的定论是什么 信徒的成长 在乎离罪 是 刚刚他应该没有说 离罪 再会离罪和成圣 借着读经 祷告 见证 和信徒之间的相通 团细 神的灵 在其中做工 结出果子来 这果子就是义 这个是 我们讲管教的时候 有讲过的一些经文 在一个有次序的教会里面 生出 结出的果子是 和平 那果子就是义 这本书也会提出一些 圣经的防御的方法 可以避免 不必要的失恋而困难 是还没有信主的家庭 他们是没有这样的准则 由于没有这样的准则 而必须面对的那些失恋跟困难 但是我们有 我们有这些原则 信徒的生命 一定是不断的成长 这也是我们跟非信徒的不同 虽然此刻看起来差不多 但是几年之后 你再去看 你发现 我举个例子 你发现比如说 同样是 有问题的婚姻 两个家庭 一个信主 一个不信主 同样是有问题的婚姻 可能在非信徒的家庭 比较可能会发生的是 他们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成长 他们会维持原来的问题 或者任由那个问题恶化 到了一个地步 他们就疑忽 可能在信徒的家中 当同样的问题发生的时候 因为前面那三个的原则 他们虽然有问题 但是他们依然会 越来越靠近对方 乃至于他们几年之后 他们的婚姻更甜蜜 所以虽然现在看起来差不多 但几年过后 你会看到完全不同的 两种的家庭的状况 这是信徒的家 跟非信徒的家 不同 结果也会不同 信徒的家是罪人 面对罪恶世界 各种问题的居所 在这个居所里面 都有很多问题 但是我们会面对 他们是与神 连同他的能力 一起去面对 神的一切能力 都集中在主耶稣身上 哥罗西书二章三节 所基础的一切知识 智慧知识 都在他里面藏着 都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所以句话很重要 家中虽住罪人 却有无罪的救助同处 不同的关键就是在于这一点 我们虽然是罪人在一起 但是我们有一个主 他是无罪的 他是救助 所以延伸思考 就是基督徒的家庭 是怎么一个画面 下面上面已经有很多描述了 你会用一个怎样的一个比喻 或者一个画面去形容 基督徒的家庭 一群罪人在一起 比如说我们可以思想一下 以福所书第二章 耶稣基督借着实质下的死 将两下之间 将那个中间隔断的墙推倒了 将两下合而为一 变成了一个新造为人 基督徒的家庭是 我们因着 有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 我们回到像伊甸园那样的画面 伊甸园里面有什么 伊甸园里面有男有女 一男一女 在他们当中有生命树 他们跟天父有美好的团契 那个是伊甸园的画面 在基督徒的家中也是一样 一男一女两个罪人 然后有耶稣基督 这个生命树在当中 因着他我们可以跟天父 有美好的团契 所以你可以说 我们是在最终 因着耶稣基督 重新回到伊甸园 那一种和谐的状态 然后夫妻之间 彼此的帮助 这是基督徒家庭的 我想到的其中一个画面 你也可以去想想 其他的画面 怎么可以形容 这个罪人所组成的一个家庭 这是第一章 我们讲到的 信徒之家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描绘 那大家在这一章里面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感想 回应都可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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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没有 我们就来挑到第二章 如果大家有问题 我会鼓励你 趁这个机会 来提问 你的问题可能也是 其他弟兄姊妹的问题 当一个人提出那个问题 通常都是 有很多人都有的 都是大家共同的问题 我们可以趁这些机会来 讨论来解答 是 不要让这个学习变成了一个 被动的接收 而是主动的去思考 主动的去提问 好 我们来看第二章 有盼望 有元首 那这一章他讲什么呢 你的家庭是有盼望的 有元首可攀的 今日我们听见的近视失败 牧师 社会学家 心理学家 及许许多多人的家庭破裂 父母失职 政府对付犯罪问题的措施 不抽象 甚至基督教会 也不起作用 因此 信徒对于自身家庭的问题 到底有没有解决的盼望 也会起了问号 这时不足为怪 像社会上 许多人一样 信徒也会自问 到底有何彻底办法可施 他们这样想 世界问题是否 严重到一个绝望的地步 一个绝望的境界 可惜 许多信徒都有接纳 世人想法的倾向 你若什么也不再 纯盼望 这可能正是你的问题之一 他讲到的是 我们都可能跟非信徒一样 缺乏一样东西 那个东西叫做盼望 可能都缺乏盼望 当很多困难 变成了普遍的社会问题的时候 儿子的盼力 家庭婚姻的破裂 你可能会想 这个世代都是这样子了 所有人都这样子了 那可能我们也没有什么 能够有所不同的 我们应该可能都是 他们当中的一份子 没有什么盼望可言 这是不是你的问题 如果你没有什么盼望 这是你的 你需要去面对的一个事情 他举了一个例子 这个很好的例子 他说当今世人宣传的一项产品 连许多保守的信徒都接受的 他指的可能就是 改革宗教会里面 长老制教会里面 很多信徒都接受的 是什么呢 就是把一切的问题和失败 都归咎在病态上 可悲的是 世人所说的病态 神往往只为罪恶 什么意思 有一些东西 在圣经说法是罪 但是在世人说 他那个是病 例如说 例如圣经不说 这是个病态的事件 但是世人就喜欢这样子来称他 他们时常这样说 这是一个病态的事件 这是个病态的国家 这个人有病 这似乎就是当代 对世界问题的诊断和推诿 你要问 那个人为什么杀人 他有精神上的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这样的理由 那个孩子他为什么这么 这么不听话 他有多动症 我们都会给他一个标签 然后说他有病 他有心理问题 这个医学上的字眼 就是视疾病为许多问题的根源 以不是单用来当作比喻来说了 毛病就是在此 什么意思 在圣经里面 我们会用病来比喻罪 耶稣基督怎么说 谁需要医生 病人需要医生 谁需要救主 罪人需要救主 他是用病来比喻罪 圣经是有这样的比喻的 若当是比喻来说 将罪恶视为疾病 原是绝对可以的 但是美国人不少 当他们说到病的时候 他们并不是作为比喻 而是照字面事实来看 他真的是认为那个人 有身体上的毛病 他们所得的观念 就是我们基本的问题 都是由于一种奇怪的疾病而来的 人们对精神病看得非常严重 只是他们的意思 完全不是指脑筋损坏 那是精神病唯一的字面意思 当你说一个人精神有问题 应该是指他的脑部有问题 但现在不是了 现在什么都说是精神有问题了 他们拿精神病去指 读书读不上的青少年 是指令父母手足无措的儿童 说他有精神病 婚姻中的破裂 他们说那个是精神病 这样的字眼 已经把比喻变成事实 其实在论一个问题的症结时候 若没有实际器官上的毛病 比如说他真的是没有脑部损伤 他没有中毒 他没有分泌线失调的证据 但是人们就硬是用疾病来定论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可是现代社会 把五花八门的问题 都灌之于疾病的名堂 人若不照神的话去解决问题 就会真真病倒的 这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举个例子 忧郁可能会形成溃疡 恐惧可能会引起风瘫 怨恨可能会遭致结肠炎 但要注意 这个病是后果 不是原因 不是因为你溃疡导致忧虑 不是因为你风瘫导致恐惧 而是调整过来 心生病是心理导致一些身体 发生了一些问题 它不是问题的原因 所有的原因都应该是罪 它指的是那些 没有实际器官上的毛病 等的一些问题 你不能够说那是精神病 那可能原因只是它有罪 把罪称为病是相当狡诈的 把不顺从神的律法而产生的问题 称之为疾病 或者是情感上的缺失 毛病 各种的说法 那就是把神的话打了折扣 因为神明明说那个是罪 你却将它清淡或 你说那不是罪 那是病 那你就将神的话语打了折扣 人的用意可能是善意的 通常是这样子 但是反想从恶中求善果 结果是毁灭性的 以为用一个温和些的字眼 实际上却玩了一个残酷的诡计 什么意思 把罪称之为病 究竟并非宽容大量 因为这样子做 结果是把人的盼望挪掉 为什么他这样说呢 精神病是不可以治的 所以如果你偏要将一个人的犯罪行为 称之为是精神病 那你是告诉他 你这个是没有办法医治的 称它为病 其实你间接的 直接的把盼望灭绝了 因为人知道精神病是不可以治的 这个病没有人可以借着 打一剂的防疫针就可以防披了 但若依他的实况称之为罪 你看到那个是罪 按照圣经的说法称它为罪 结果反而不同 结果你会为信徒带来盼望 你若真能指出 那是信徒的问题的癥结 是在未能医从神的旨意 那么你就给他带给他活生生的盼望 反而你指出他有罪 才是给他盼望 但假如他是被外界一种神秘的病 所侵及 什么病都好 没有办法控制 没有药物可以治疗的话 这样的想法只会带来幽暗 绝望和灰心 没有人知道自己有精神病和庆幸的 但若依对信徒说 你的问题是因为你犯了罪 你反而是给他盼望 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降世 是为罪而死 是来解决罪的 他知道十字架上待他而死的主 有解决的良方 他知道圣经里面某一处必有答案 因此你称罪实在是最仁慈的 你说他是精神病 其实是最残酷的 正如病人会坦白地告诉他的病人 他要动手术一样 称罪为病 只有绝望 而不是给人有希望 大家对这一段能够理解吗 是现代很多的问题 婚姻有问题 他精神有问题 那个人他被网络的色情捆绑了 那他那个是上瘾 也是心理问题 都是精神问题 心理问题 而没有看到 其实有罪在里面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是将他的盼望挪去了 我们小心 不要用这一种的看法 带到我们的家庭里面 或者带到教会里面 不然的话 你是将盼望挪去的 延伸思考 除了将罪说成是病 我们还经常会将罪 归咎于什么 除了将它说成是病 其实还有其他的归咎 你没有想到其他的例子 环境造成的 什么 环境造成的 环境造成 是是是 归咎于环境 是不是 那也是不关你的事 是 别人犯错 犯错之后造成我犯错 都是你赐给我那个女人 引诱我吃 引诱我吃果子 还有没有其他 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 两个人相处不和 有时候人们会倾向于 怎么解释这个事情 两个人相处 经常吵架 我们会说他们怎么样 个性不和 个性不和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 你有没有用过这样的说法 如果有的话 其实你是将罪归咎于什么 归咎于个性 是不是 而个性 可不可以改的 几乎是不能改的 个性 当你用个性这个标签 在定义上 我们就会说 江山易改 本性难 本性难 不能改的 他就是这样的人 他就是外向的 他就是暴躁的 他就是忧郁的 你会给他一个标签 强化他这个特征 然后你说 他本身是这样子 将罪归咎于个性 与将罪说成是病 都是有类似的问题存在 是 好 那除了挪去盼望 还有什么害处 下面 亚当师继续讲下一个坏处 这种用医学的 自然 的说法 摧毁什么 摧毁人的 责任感 比如说病人会说 我病吗 我的行为不由自主 换句话说 我不需要怎么样 会需要负责 你发现 这已经变成一个常态的说法了 几乎所有的 法庭上的 重犯 他们肯定会拿一份心理学报告出来 替他们脱罪 已经很平常了 肯定会有的 我以前在律师楼 经过一个案子 有一个人 有个中国人 他性侵害了一个 一个白人的 小女孩 当他那样子说的时候 他来跟我们律师说的时候 他就会有一个理由说 我有性方面的上瘾 随便的就会找一个 找一个精神病心理病的标签 想要将自己脱罪 想要将自己不那么负责任 都是这样子的 男人喜欢 喜欢 男人不是说喜欢 有男人跌倒了 在性方面跌倒了 出轨了 最出名的是一个明星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他怎么说 他说 我犯了 全世界的男人都会犯的错 他就说 这是男人都会犯的错 所以不管你的事了 因为你是男人 你是错在你是男人 都会将这些的 罪的问题 道德的问题 都归咎于一种 我不能改变的东西 要我是病 要我是个性 要我是我的男人 我的本性 这样子是摧毁了人的责任感 我们也小心 不要这样子给人贴标签 当你给他贴一个标签 你就是那样的人 他就觉得说 是啊 所以我就不由自主了 这种态度 自然的使他在罪里面 更俯冲直下 他甚至会说服自己 脱离罪的信念 看看亚当时怎么说 他以前也很知道 他可以出毛病的 他以前明明知道是错的 这是道德问题 这是罪的问题 但是后来大家都跟他说 不是 你没有责任 你也不想这样子的 你也是控制不了你自己 而你的毛病是 刚刚吴章老师说的 你的毛病是 父母的责任 社会的责任 社会的问题 或者说 你的问题都是你过去的 某一段痛苦的经历 现在还在影响你 我们会找一个理由 心理学就这样子 用一个理由来让他 不需要为自己的罪 感到怎么样 感到内疚 他就可以没有责任感 你没有责任 这是心理学 医学 现代的人 他们对罪的看法 你没有责任 你的问题是某一段 痛苦的经历 你不必为这个病 这个病 病当然是不需要内疚了 你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当他听了这么多 世俗心理学的说法的时候 他开始怎么样 怀疑他最初的判断 而他最初的判断是对的 他知道是自己错了 是罪的问题 道德问题 现在他的良心 在这种公式之下 他变得硬了 他开始觉得 我就是没有办法了 我就是物由自主 于是 他对神的话 也不再由顺敏感 渐渐的他越来越认不出 什么是罪 直到有一天 圣灵可能要用一些悲剧 很惨的事情 绝境来唤醒他 晓得罪才是他一切问题的根源 希望大家不要跌到那么深 那么痛 才知道问题是你的罪 若当初把罪称之为罪 他就不用经历这些惨剧 何以他却要承受这些呢 他所要做的是悔改 他所需要的是改变 而除了圣灵之外 没有别的可以成就 就一开始 就把罪拆穿 证明说它是罪 不是说它是病 就可以免去许多的痛苦和优化 给大家一个延伸思考的问题 把罪说成是病 除了摧毁人的责任感 你还有没有想到其他的后果 除了摧毁人的责任感 还有没有其他的后果 没想到呢 是 只让他失去的盼望 是 很好 随毁他的责任感 是 还有没有其他的后果 没想到呢 要一个救主 什么 就不需要一个救主 不需要耶稣作为他的救主 只需要去找药物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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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人需要救主 但如果他现在是病的话 那他只需要一些 化学上物理上的一些治疗跟控制 这个病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他的罪越来越严重 是 是 是 非常好 因为他合理化 自己的问题是无法可治的 因此他会更加任由自己 在这一方面堕落下去 他会说我的病越来越严重了 可能我最近没有吃药 他将问题归咎在这里 我有一个认识的一个朋友 他 他说他自己有情绪病 有情绪病 那 不否定这个原因 他可能是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 但是当他有这个标签之后 他每一次犯罪 他就不会去觉得说 我需要认罪悔改 他是觉得说 我这个事不能自主 我的问题 最重的问题是因为 我今天早上没有吃药 是 他都是这样说的 我今天早上又没有吃药了 所以请你原谅我 你应该说我得罪了你 所以请你原谅我 焦点完全都转移到别的地方 当然这也是摧毁责任感的一种 你可以再想想 有很多小一点 或者不同角度的 不同的后果 你都可以想到 好 亚当师继续来讲述 他说 说明了这些基本上的看法 现在转看家庭问题了 盼望是有的 许多家庭问题 并非源于身体的疾病 或者任何可以合理的 称之为疾病的因素 身体的疾病会影响行为 这是当然的 但我们把这些 交少见的困难暂且不提 大部分的情况都不是 身体的疾病 让我们集中在 信徒家中 许许多多因生活犯罪而有的问题 这些问题 由于没有借着圣灵 好好的研读 而应用神的话语 原因在于这里 盼望是长存的 你和你家真正有盼望的 你的问题 自有解决的办法 你家 你自己和你的儿女 都是有盼望的 因为神 是那盼望的根基 你的念头和言语 不必消极 你可以成功 真正成功 不是在讲成功神学了 他说你可以成功的 解决那些问题 实实在在的成功 且是欢天喜地的成功 你有一位救主 他把圣经和圣灵赐给你 圣经有问题的答案 圣灵有行出圣经的力量 一个给你答案 一个给你力量 一个给你走的方向 一个带着你去走那条道路 因此第一 你要记得的是 有盼望 延伸思考一下 你觉得 信徒在面对问题的时候 他们没有盼望 根本原因在于哪里 为什么有些人 当他看到自己的家庭问题的时候 他会倾向于想 没得救了 我看不到希望 我不觉得这个事情可以改变 你觉得人没有盼望的原因 在于哪里 因为人的罪 因为人有这个罪 所以他也没有看到 他自己是可以有盼望的 这个盼望是在于救主 是耶稣基督这个救主 给他真正的盼望 所以他如果不认识自己的罪 没有得到 耶稣 就是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 没有到圣经里面去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是 就是没有盼望 他可能对圣经里面 有提到解决方法的那些经文 他都不熟悉 是不是 可能没有读过 根本不觉得有出路 也不知道圣经有提供一些盼望跟出路 或者他可能信息没有放在耶稣基督那里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 像我这样的罪人 连我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 神怎么有可能原谅我 其实跟这个问题 背后的原因是类似的 你觉得那个原因在于哪里 人没有盼望 我现在所面对的问题这么难 我怎么有可能去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说法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背后其实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他好像是觉得自己无能为力 他其实背后的说法是 我的问题大到连神都没能力改变 这个是他心中的说法 所以其实没有盼望的原因是 他对神的能力并不相信 这个是不信的原因 信心跟盼望总是连在一起了 你还记得那个西伯来书十一章的话 你知道这两个是密不可分的 你对神有信心 你就会对神所引导的方向 你会有盼望 继续来看亚当斯给我们的鼓励 他说你是真有盼望的 由于今日信徒之间 弥漫着绝望的情况 不能不强调这一点 有时候信徒去找辅导工作者 作为最后一招 抱着只管一世的心态 他们见过不少专家 听听这个事事那个全无效用 每次都存着满怀希望 都如泡影换面 等到找到基督徒的辅导者时 他们的态度已经僵化 他们已经认为盼望遥不可及了 这也是教会里面普遍的现象 有问题之后 他们不是马上去找基督徒的辅导者 或者圣经辅导者 他们去找世俗的辅导者 世俗的辅导者 他根本就不会用圣经那一套来辅导你 他的预设完全跟我们圣经的预设是不同的 当他告诉你说 那个是你精神问题 你过去的某种经历在影响你的时候 他并没有给你一个出路 他只会告诉你不用内疚 就这样而已 但是圣经的辅导学家 他用圣经的看法会觉得 问题在于罪 而圣经有盼望 有解决方法 当他们一开始不找 基督徒辅导者 找其他人 找了很多之后 再来找的时候 再来找基督徒辅导者的时候 他们的态度已经僵化了 他们不敢再存期望 恐怕又像过去那样子粉碎 每一个基督徒辅导者都明白这个事实 他经常在失望 他们在 他经常在失却 盼望的人中间工作 你也许有这个现象 不敢再存盼望了 你必须抛弃 抛却移动 看见盼望在前招手 不管过往失败屡屡 如果你是一度满心 热望 未真实现 如今要再引颈以待 但这一次 你必须将盼望 建立在圣经不变的应许和计划上 看看这一句话 只要你依照神的程序 家庭的问题就解决再忘了 非常直接的一个鼓励 你是否真的有跟神的程序去试过 还是你从来都没试过 你就已经定断 这个是没用的 你试一下 只要你依照神的程序 家庭的问题的解决就再忘了 我非常的相信也认可这句话 圣经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只要我们依照他去做 是的 连你的难题也可以解决 就由你的孩子开始服毒了 连孩子戒毒的问题 这件事情也能够解决 盼望在前 你可能会说 你很乐观 但你如果知道我的烦恼 你的想法就会不同了 况且 我何以信你呢 为什么要信你呢 不少人曾向我推销盼望 你怎知你所进行的不是超而烂受 全部符合圣经原则的呢 我明白并同情你的保留态度 但我必须表示反对 因为这态度是不符合圣经的 让我指出一段关键重大的经文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试探 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承受得住 这是神的应许 这节经文充满了盼望 保罗在这里给信徒各种各样的盼望 神应许哥林多人什么呢 首先他说 我要你们晓得 我不会叫你们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 你说多好 你说多好 主耶稣基督曾凡事受过试探 只是没有犯罪 他曾面对且胜过你同样的问题 其他信徒跟从主的脚踪 照他的话去行 依靠圣灵的力量 也曾面临同样的困难 而且得胜 也这就是说 你靠着神的供应 也能成功应付有余 保罗这样写信给那里的信徒 就是要给他们盼望 那你岂不也应当存盼望吗 我想当我说 没有前所未尽的困难时 有些人就会苦笑 他们想 时代不同 我们哥林多与我们的文化 地理环境也大意 也许他们会指出 他们本身困难的严重性 这会不会是 你也会有的一个道理 你的说法 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子 有这么一个丈夫 我们都觉得自己的问题是最大的 没有人像我父母那样子难相处 都是觉得自己的亲人是最难相处的 他们会反驳说 要是你要对付我的孩子 你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当你读过这些话的时候 你也许会在心里这样子低估着 我明白你的感受 但我还是说 你错了 神是对的 你是错的 神总是对的 人纵然失信 神仍是可信的 神说有盼望 只要你把所有表面的差异 接去 那些当然会 个别不同 就会发现 没有一个困难是 独特无偶的 把所有问题归根究底 每一个问题的癥结 原来都是人所共有的 事实上 日光之下 并无独一无二的难题 这个是传道书所说的 日光之下并无心事 你我或者任何人所面临的难处 没有一件不是亚当子孙 一向所共受的 也没有一个难处 不是信徒不断面临 且不断得胜的 怎么知道呢 因为神是这样说的 这段经文正式强调这一点 下面有一段内容 它是在讲述哥林多的生活 他们的文化 那我们不需要活太多的时间 去看这段东西 有兴趣 可以看看那本书 这个部分内容 但我这里就不读了 它只是在指出一点 哥林多教会所在的社会环境 跟在沙漠旷野游行 每天拾取马拿为生的民族 也就是以色列人 岂不是天渊之别吗 那样的生活完全不同 一个是花天酒地的社会 罪恶的社会 一个是在旷野什么都没有的 那有什么相互之处 游牧的以色列跟 起迷的哥林多 其间的比照是再显明不过了 但是你注意把我的手法 我们再回到上面那节经文 注意把我的手法 这一句话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其实这一句话 是在指向在旷野的时候 在旷野的时候 他们百姓受试探 在旷野的时候 神开道路 所以这是亚当斯的解读 他觉得这里 是在引用旧约的一个典故 但是在说获的对象是 哥林多的教会 看看他怎么解释 注意保罗的手法 他故意把这两个分明 不同的背景 一个是哥林多 一个是旷野 摆在一起 说他们基本上是一样的 几百年前发生在 以色列人当中的事情 是哥林多人最好的借鉴 因为两种人都面对相同的试探 这些事发生在 沙漠的流浪者身上 也放生在你们哥林多人身上 虽然你们活在后来的世代里面 正是警戒我们正末世的人 因此你活在现代社会 也自然可以把 以色列人和哥林多的事 引为见见 不单是以色列人和哥林多人 贪恋恶事 今世的人也是一样 过去的事也是见见 写下来是为要警戒我们 圣经是适合每一个时代的 在我们的时代正好针对我们的需要 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里 没有一个人曾面临真正前所未有的问题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是依照神的形象造的 神依旧一样 罪也是一样 人类在每一个时期也依旧一样 问题或许是以不同的方式出现 程度也许不同 出现的时间也许不同 但或者与其他问题混合 组成不同的形式 但是在基本上的问题是没有变 人一直以来所面对的将来也要面对 这一点就是要你得安慰和盼望 神给以色列人和哥林多人的解决办法 也同样能够解决现代的问题 下面他讲到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问题 他主要是讲我们这个时代是几代人的问题 由于速度太快了 累积在一起 同样的问题如今排山倒海的涌过来 只是问题本身并不是独特的 那些问题在过去都有 我们觉得它不同 是由于我们要一时间应付这许多的问题 觉得有点措手不及 那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独特的挑战 有独特之处 但是在根本上还是一样的 他也是在讲我们的社会是很快 但是最重要的是 人基本的问题 神基本的答案很久不变 人基本的问题是什么 是罪 这种罪的体现 我们在加拿大书讲圣灵果子之前 有讲到被罪所控制的那个生活样式 每一个时代都是一样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神基本的答案也是不变的 如果圣经是真理 真理应该是历久长新的 可以应对每一个时代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些问题与解答 我们必须从家庭成员彼此间的沟通 测测实实的研究一下 正如保罗在以福所书中所讨论的 这个是我们下个礼拜会来看的第三章 第三章 他讲到家庭里面的沟通 他再讲的是以福所书里面所提到的家庭的问题 那今天我们时间有限 我们就在这里停下来 只看前面的这两章 简单来说 他会告诉我们 第二章主要告诉我们 我们是有盼望的 我们盼望是我们将罪说成是罪 我们就有盼望 因为圣经是一本对付罪的书 耶稣基督来是教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 当我们用圣经的话去形容我们的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就有盼望 这样的罪是在使我们的时代有它的独特之处 但是在日光之下 其实它一直都存在 而圣经也是足以回答 面对我们现在独特的问题 好的 对于第二章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看法呢 牧师我就想回应一下刚才你讲这个 信心 盼望信心 对 就是 对神这个没有信心 没有盼望 可能还会表现在于我们对 自己的不交托 其实我们 往往就是我们想象的结果 未必一定是 神给我们那个结果 所以但是我们往往都是 死守在我们 想象的那个结果上面 所以在我们 困境当中 我们往往 不会把这个事情 结果去交给神 然后我们试图按照我们自己的 办法 其实我们祷告 也是在祈求神 解决我们的问题 而且是我们 我们面临的问题 而不是说解决 这里讲那个罪的问题 所以往往这种情况 其实我们 其实是 这种 没有信心 他是 不把我们交托给神 不把我们这个事情 结果 包括我们的 关系 孩子 前途 治理 对 所以我们 其实我们不想要那个东西 往往 但我们并不清楚 其实我们也不愿意接受 这个东西 未必就是说一定 神给我们这个东西都是 我们 自己当初想要的 是 这个就很 对我们很大的 怎么讲挑战 就是 而且是一个 在我们那个 信心成长当中 这个 就像你第一个问题 问你一样 就是说 我们是 什么 以神为中心 那个 如果把这个 要交给神 才是以神为中心 而不是帮我们自己 所以很多事情 其实我们想 想象的 其实跟神给我们 其实有的时候 会很不一样 但是我们要 相信 神给我们那个 是最好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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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非常好的一个补充 是 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 认为可能 问题是在于 比如说 钱 钱 不够是问题 但是在神看来 他 不是那个问题 是你 太依赖钱 才是问题 如果他可能 给你的解决办法 在神看来 是好的 那就是 让你更加信靠他 但是在你看来 你是抗拒的 而当你没有这样子 依靠神 交托给神的时候 你在处理这个事情 的方法上 以及你所盼望的结果 都是跟神的心意 是违背的 那你就没有办法 真正的有信心 有盼望 你都没有 以他为你的标准 是 很好的补充 其他利用准备呢 觉得这本书怎么样 我们刚刚读了两张 感觉如何 蛮好的 我觉得 讲到 罪 是我们 而且那个说了 世世代代 从古至今 其实最大的问题 就是罪 而且 可能显现的方式 不一样 环境不一样 但是归根结底 根源是一样的 所以 这样对我们理解 现在有很多 这个流行词 就有 甚至说 说现在夫妻 关系不好 要分的时候 说我们没有 化学反应 这所以现在就是很多流行词 对 我觉得这个很好 真的很好 就是我想起当时刚刚到教会的时候 他们就在讲说有一个小孩子 到处见了人就问 因为他可能也是 接受在教会里的教育 见人就问 你认罪了吗 你认罪了吗 他见人就问 你认罪了没有 挺好的 我觉得挺好 是 我相信这本书 可以有很大的帮助 但他对你的帮助有多大 是在于你多渴望 经历改变 或者你多认真的参与 在这个学习当中 所以我希望大家 既然我们来读 就不要浪费你自己的时间 主动一点去思考里面的话语 认同也好 不认同也好 去探讨去学习 那是对你有最大的帮助的 好 下个礼拜 有几幅图 很有意思 我先给你看看 下个礼拜是 这几幅图 这几幅图 我发给你的那个版本上面也是有的 你去看看他在抢手 你先预习一下 然后我们下个礼拜来详细的来看待 他给了一个很好的解决冲突的方法 到底你现在看这个图不知道他抢手 是不是 他有文字解释 你先看 然后我们来读 你有不明白的 你预习了 你带着问题来 那我在 我在 我在学习 在我们在教导基本书的时候 我尝试为你去解答 你心中的疑问 好 那没有什么 我们今天就在这里解释吧 我可以请吴祥老爷我们做个祷告吗 好 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在晚上 能够有牧师帮助我们来学习这本书 主 我们知道你的心意 你让我们在家庭 可以以基督为主 建立一个 合你心意的家庭 主 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虽然 小心 甚至我们不信 但是求主你帮助 让我们可以靠着 在基督里的盼望 我们不放弃 我们也不气馁 我们把我们的需要 把我们的罪带到主的面前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可以 在主里面有这样的自由 我们不仅认罪 而且我们经历主你赦罪的恩典 求主你帮助我们 在家庭里面 可以感受到主你恩典的记号 可以领受到你 设罪的平安 可以在我们家庭当中 体现基督的爱 爱我们自己的家人 爱我们自己的儿女 主我们谢谢你 给我们这个学习的机会 求你继续帮助我们 在这个学习上 能够不断的长进 而且能够 运用出来 在我们的夫妻关系上 在我们父母跟子女的关系上 在我们跟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系上 谢谢主 给我们今天晚上美好的时间 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求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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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哦 啊 Bin 你可不可以